而职业父亲要如何来度过父亲节呢 现在就来看台中县成功警分局 这里面有两队副职党都在同一个分局服务 可以互相的交流帮助增进情感 两位爸爸也将毕生的经验请郎享受 而两个儿子也趁着父亲节这一天 分别向警察爸爸说父亲节快乐 一老一少两位原警盯着电脑荧幕处理案件 但仔细一瞧梅雨之间似乎有些神似 原来他们正是一对副职党 都任职于台中县成功警分局 我儿子回来成功分局跟我同一个分局服务 第一点我真的是非常高兴 然后也期许他能够继续认真工作 以后的工作能够顺遂 现在回来到这个分局 那我消费就是帮爸爸分担一些压力 那在这边祝爸爸十几点快乐 希望他身体健康万事努力 许光胜儿子徐岳婷 从小对警察工作耳濡目染 警专毕业后回到台东 先在台东成功两分局担任原警 知情之余也苦读考上警察大学 今年六月毕业后 决定和父亲一样返乡服务 同时陪伴家人 巧的是警局内还有另外一对副子党 是交通队警员卢国雄和新峰派出所警员卢士环 去年年底也在成功警分局团聚了 父亲节这天两对警察爸爸和警察儿子 不愿而痛向彼此告白 一边是为人父的叮咛与期望 一边是为人子的祝福与感谢 温馨感人的情景也成了地方的佳话 据莎莎惠成功证报道